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把发泄不满的情绪成为发牢草 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这要从牢字的形成说起 在甲骨文的字形中 可以看到牢字下面是一头牛 上面像是养牛的卷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牢字本意就是指的养牛马羊这些牲畜的卷 而说文解字的解释 更是印证了这个观点 他说牢为养牛马卷也 再比如说 我们常知的亡羊补牢这个成语 就是指的羊没了 就要把羊卷补好的意思 骚在古文中 多只马扰动的样子 而马在古代正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那时的人爱护马 就像现在的人爱护车一样 晚上赶路回来还要在马卷里刷马 因为很多人都是做马为自己的第二生命 但是马很不老实 他经常扰动 而这个时候刷马的人就会愈加烦躁 心想自己已经累了一天了 还得伺候你 你还不安分 这样不免地感叹自己的身世 毕竟在古代做马夫的往往都是社会 地位极为低下的人 后来人们就把这些在马卷里发言泄愤的行为 称为发牢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